海角7号走红的柜台妹张欣妍 她和她的新婚夫婿蒋友波的表哥张立芳 两个人今天一起帮医院的产后照顾代言 不过这也让外界好奇她是不是有喜了呢 目前现场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联系的请红婉真来告诉我们 婉真 好的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因为海角7号柜台妹走红的张欣妍 之前低调嫁给蒋友波表哥张立芳 两人今天婚后首度公开露面 开口谈的就是计划明年要生个兔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有没有特别想要女儿还是儿子 没有就是健康就好 压力会很大吗 其实还好啦我们都没有什么压力 不会啦自然就会生产啊 不要有压力反而更容易 现在的人就是不愿意生 他都在避 他都在避 有时候是故意要生兔宝宝 是因为跟张先生是 对对对 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吗 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很喜欢兔宝宝 然后也觉得刚好我先生属兔 所以我也希望说我的宝宝也是 跟我的先生一样一起属兔 可以看到蒋友波的表哥张立芳 面对镜头呢神情很羞涩 张欣妍则是落落大方 表示未来不排除生两到三个小孩 有没有特别想要生男生还是女生 夫妻两人都表示 只要健康男女都好 张立芳还说看到张欣妍模拟当妈妈的样子 觉得她很贤惠 婚后一定会帮忙带小孩 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交还给棚妹 好我们谢谢婉真 到我们来看到张欣妍和她的新婚夫婿 两个人甜蜜亮相 直说想要生个兔宝宝